哈利路亚,愿所有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为主而活 这个疫情已经进行了大概一年左右了 大家担心的就是自己能不能保持健康,继续活下来 每天我们都在新闻上听到非常恐怖的消息 我们不想要得这个新冠病毒,要不然可能会死掉 大部分的人都不想要死掉,所以想要保持健康 我们都想要不要得到这个病毒 但是如果我们问不同的人,你是为了什么活着呢? 不同的人会给我们不一样的答案 大部分的人会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完成 是的,我们的生活、生命都很忙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 我是为了什么而活着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 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非常忙 有一天他忙着离开家里去搭计程车 然后他跳上计程车告诉司机说,开快一点 我非常地赶时间 但是他没有告诉司机要开到哪里去 只跟司机说,开快一点,开快一点 司机就跟他说,你要告诉我,你要去哪里啊 所以我才能带你去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就是想要活着 但是我们为了什么要活着呢 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活着 我们是为了谁而活着 我们来看看罗马书 保罗告诉我们不信主的人跟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十四章 第七节 罗马书十四章第七到第八节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活着有两个目的 对于不信主的人跟信主的人有不同 如果我们不信主,那我们就没有这个信仰 我们是为了自己而活着 比如说我们是为了我们的事业而活 或者是我们为了生意而活 或者是为了我们的成就而活着 或者是我们为了我们的家人而活着 我们要把孩子养大 然后一直做到退休 然后退休了以后就想到说 也许该对自己好一点 我应该到处去旅行看世界 然后有一天我们就死了 然后一条命就结束了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活着 是为了满足自己 保罗他信主耶稣以后 他有一个根本上的改变 在信主之前 他是为了自己而活着 但是信主了以后 保罗就改了 他改成为了主而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我想我们如果问大部分的人 为什么你要来信主呢 他们的答案可能是说 我想要得神来的祝福啊 我想要喜乐平安 我以后想要进天国之类的 是的 这些都是重要的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达到这些目的呢 我们要怎么样得到神来的祝福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信仰的旅途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把我们的主人改变 我给你们一个解释 我们如果替一个公司上班 我们从老板那里领了薪水 我们把时间跟努力卖给这个公司 我们不只去上班八小时 有的时候下班了 还一直想着公司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换了公司了呢 我们已经不再替从前的老板上班了 所以我们不会再想之前 那个老板公司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会担心说我们新老板喜不喜欢我们 我们做不做得到新老板要求的 那我们日夜就会开始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做得更好 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那我们信主之前呢 我们是替自己活着 所以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想自己 我们是自己的主人 但是信主以后呢 我们主人已经改变了 所以我们才说 信主这个主人已经不同了 以前我们努力要达成我们自己的理想 我们的目标 现在我们要问说 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新主人开心 为什么我们要为主而活呢 我们来看看第十四章第九节 罗马书十四章第九节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 会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保罗这边提醒我们 我们的主耶稣替我们死了 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要记得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够爱我们到替我们而死 谁最爱我们呢 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谁最爱我们 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的父母最爱我们 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有一些父母抛弃了孩子 或是虐待孩子 那有可能我们结婚以后 发现我们的配偶非常爱我们 如果我们有一个这么爱我们的配偶 那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 但是很多配偶其实是并不爱自己的另一半 虽然结了婚 但是并不开心 也许我们有爱自己的配偶 但是只是短暂暂时的 这个爱会改变 可能结婚十年 二十年以后就改变了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会永远地爱着我们 也没有人会爱我们 爱到替我们而死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爱自己最多 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 我们不用来讲说 你会不会为我而死 有时候问我们的配偶 问我们的孩子 替我牺牲一点吧 但是他们拒绝了 因为人都是自私的动物 但是有谁是无条件地爱着我们的呢 有谁是爱我们爱到会为我们而死呢 只有主耶稣 他的爱永远不改变 保罗这里说 主耶稣为我们而死 但是他也为我们又复活了 他不是埋在坟墓里面的死人 如果主是埋在坟墓里面的死人 那我们也没办法做什么了 我们就记得他就这样 就像我们记得历史上的伟人一样 我们不能替他做什么 因为他已经死了 但是主已经复活了 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主 不管我们是活着还是死了 他都是我们的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他今天还活着 他替我们死了 所以我们要为他而活 每一分钟都要 这重点不是说我们可以活多久 是的 我们大家都想要活久一点 但是我们活久一点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每一天我们醒来 就是想把这天过完而已 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 为了什么而活着 我们去逛商场 看到很多人也出来买东西 他们生活没有意义 有些人根本不是去商场买东西 他们就是出来逛逛一整天 尤其是很多年长者 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有些人很寂寞 他们还活着 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 要为了什么活下去 没有生命的意义 但是我们有 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 为了主耶稣而活 我们为什么要为主而活 还有如何要为主而活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最基本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定义在哪里 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如果我们开车 不看清楚标示 那我们就会走错路 每一天早上我们起来 进了车子里面 就要问问自己 到底要去哪里 现在我们大家都不再看地图了 我们用导航系统 那我们要去哪里 首先要把它输入在我们的导航里面 那我们旅程的终点 若输入错了 那我们就去了错的地方 不代表说我们 开得很快 如果我们开上了高速公路 开一百一百二 但是我们走错的方向 那我们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那我们所以要定好眼光 我们要来完成使命 我们终点是哪里 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神 就是我们要去神 为我们预备好的地方 我们要让神开心 那我们要为神活着 我们要完成祂给我们的使命 那我们要放弃很多 我们要先放弃自己为自己生命的定义 然后接受神替我们生命的定义 很多人信了主以后 还没有把自己导航的终点改变一下 他们从来都不改变 他们就只是跟神说 神啊你来帮我完成我的梦想吧 他还是想要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他们只是想要神来帮助他们去 他们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所以信主了几十年还没有改变 是的 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基督徒 但是他们的生活不会使神开心 所以我们要调整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以前的定义丢掉 然后接受神替我们生命的定义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为神活着呢 让我跟你们分享几点 第一点 那我们为主活着的第一点 就是要为荣耀神而活着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十节 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 因为你们是仲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职上荣耀神 这里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最近在读哥林多前书 保罗就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 你们是仲价买来的 什么是仲价呢 不是钱 钱买得到的东西一点都不宝贵 宝贵的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主耶稣赎回了我们的灵魂 是用什么价钱买来的 就是用祂的血买来的 然后祂还把我们洗干净 让我们属于祂 所以我们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了 所以这里保罗跟我们说 你们的身子属于神的要荣耀神 在身子上荣耀神 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想一想我们这么做是替神带来荣耀 还是让神丢脸 我们退后一步想一想 神创造人是做什么呢 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 第二十七节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这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什么意思呢 神的意思就是说 别人看到这些人就能够想到神 神创造动物的时候 没有用着自己的形象 这个形象不是一个物质上的形象 是一个属灵的形象 就是圣洁 就是公义 就是纯洁 还有爱 这些形象就是植入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 我们不可能会在动物上面找到这些事情 动物没有良知 所以他们凭着自己的心意做事情 那我们人就应该是照着神的形象 神的荣耀 那人被创造出来就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为了要荣耀神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 我们为主活着 我们每天就要想 我有没有带来荣耀给神呢 但是现在很糟糕的就是 人可能过得还比动物更不如 那有一些动物很随便 但是其实有一些动物就是一夫一妻制的 那他们就是对自己的另一半非常地忠诚 那如果自己的另一半死亡了 他们就会非常地伤心 就是一个先生 一个太太 但是现在很多的人已经不会这么做了 大家想我的身体就是为了自己高兴 那结婚以后为什么还只能跟一个人呢 他们结婚了以后还出去找别人 完全没有忠诚 很多的动物居然比人更好 现在的人已经没有神的形象了 我今天看了新闻 有一只狗非常地忠诚 那他的主人呢 其实是一个老人家 但是得了疫情 所以就是送到医院去了 那这只狗就跟着这个主人呢 在医院呆了好几个礼拜 这个主人因为得了新冠 所以就在医院里面呆了好几个礼拜 那狗就自己从家里走到医院 在医院外面等 那这新闻记者就说这只狗真是太忠诚了 那他的主人是谁啊 那他就在外面一直等 一直等 那我们来看看现在有些人 那父母老了 就把父母抛弃了 只想要父母的钱 得到父母的钱以后就把父母送到养老院 或者是什么地方 反正不要看到就好 真的是比动物还不如 那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神的儿女 不管我们做什么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来快乐 或者是我们自己怎么想 那我们做的事情呢 其实是有影响的 那我们的身份今天如果是越尊贵 那我们做的事情就影响越大 那我们来想一想 如果今天我们替一个公司上班 那如果我们是上面的主管 或者是我们是这个老板 那即使我们今天不是在公司上班 是在外面 没有在上班的时候 人家还是会看着我们的样子 因为我们的就是代表这个公司的形象 或者是我们是皇室 虽然我们不是 但是我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今天是皇室的成员 我们每天24小时都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形象 我们不能在摄影机前面乱说话 那即使不是在摄影机前面 是自己的私生活 我们也要小心 那我们如果做了什么 或者说了什么 就会让皇室丢脸 或者是我们让公司丢脸 那我们说我们替主活着的时候呢 不是我们做了多少的圣工 做圣工很重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一言一行 是带给神荣耀呢 还是让神丢脸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第三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很多人会说 我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吗 有些人有很多创意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想要看看可不可以钻个漏洞 是的 如果我们在不同的时空背景 文化背景 那大家问的问题都很不一样 但是你能够做这特别的事情吗 你问了这个问题 这保罗就跟我们讲这些重点 所以我们如果在想说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有没有为神带来荣耀呢 那如果我们没有替神带来荣耀 那我们就没有为主而活了 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都要非常小心 以前我们有一个信徒在餐厅工作 过了一阵子 那老板就观察他 这个员工跟其他员工很不一样 都不会迟到 也不会从我餐厅偷东西 来的时候对顾客都很有礼貌 永远都是保持微笑 非常努力工作 也不会偷懒 老板就想说为什么这个人这么不一样呢 有一天老板就问他 我偷偷观察你很久了 你跟别人不一样 我很喜欢你 你非常好 我给你更多上班的时间 那我们的弟兄就很高兴 就说谢谢 那老板就问他 我看到你跟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你不一样 现在要找到好的员工很难了 那我们的弟兄就说 感谢神 我是基督徒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有好的行为 工作要努力 老板就说 原来就是这样 那老板就说 你如果教会里面 还有其他青年 也介绍来我餐厅工作吧 因为你很好 所以他们一定也不错 那这就是荣耀神 那有时候我们会做相反的事 有时候我们不敢说 我们自己是基督徒 因为我们怕别人说 哎呀 你的行为 居然比不信主的人还糟糕 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 如果我们穿了一件衣服 或者戴一个帽子 上面印着 我是基督徒 那会改变我们的行为吗 我觉得我们如果 如果是穿这样子的衣服 那我们的行为一定不一样 我们绝对不会对别人大吼 或是偷小东西 或者是贪心 但是因为我们身上没有这个标记 所以我们就想说 别人一定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然后我们就忘记 我们要荣耀神了 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荣耀神呢 别人看得出来你是基督徒吗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 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 若有讲道的 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侍人的 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 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的荣耀 原来荣耀全能都是祂的 直到永远 阿们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替神带来荣耀的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服侍他 我们说话的时候 要替神带来荣耀 那我们服侍的时候 要服侍能够让神带来荣耀 这就是我们唯一服侍需要注意的 有些人来服侍神 就是因为他们喜欢 为什么他们喜欢 因为他们喜欢 别人替他们鼓掌 他们觉得自己很努力 然后别人称赞 这样很好 很多人来服侍 是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 很多人喜欢做圣工 但是是为了错的理由 如果我们来做圣工 只是为了得着别人的称赞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错的 这里彼得跟我们说 不管我们做什么 凡事上都要 让主耶稣基督得着荣耀 如果我们今天讲道 或者是带茶经班 那我们就是要让神得着荣耀 如果我们今天是私勤 或者是领师 不是为了得着别人的承赞 或者是我们去关怀别人 去传道 唯一的目的就是替主而活 然后让神得着荣耀 不要称赞我 不要给我掌声 不用记得我 记得主就好了 第二点 那我们为神活着就是为了要造就别人 我们来看以福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九节 以福所书四章二十九节 污秽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替神活着的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要造就别人 那我们造就别人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嘴巴说出来的话 我们有嘴巴可以用来做两件事 那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讲话 就是让我们心里的不开心释放出来 有些人讲话就是为了释放心里的这些怨气 那这些人觉得说 我把心里的怨气讲出来了 我应该就会好受一点吧 那他也不管别人听见会有什么感觉 他只是想要释放自己的情绪而已 是的 我们这些话这样子讲出来 也许心里会好受一点 也许我们还讲脏话 或者是我们在背后讲人家的闲言碎语 或者是讲那些黄色笑话 是的 我们把这些都释放出来了 但是我们对面听到这些话的人 也许就已经受到伤害了 有时候我们把这些话讲给 跟我们最亲近的人听 那有时候我们把最伤人的话 讲给跟我们最亲近的人听 这些话我们不会拿出去外面对着老板 对着同事或是对着顾客来说 但是我们拿回来家里对家人说 难怪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糟糕 那配偶之间根本就是无话可说 或者是我们回家讲难听的话 真的不造就别人 所以替主活着要从嘴巴开始 我们不用想得很远 说我们要去印度 要去非洲 从家里 从嘴巴开始 我们对我们的孩子 对我们的配偶 对我们的父母 讲的话有造就他们吗 在中文里面有说 三思而后行 那我们讲话之前也要想三次 如果我们讲话之前 都好好地想三次 那我们就会进步 那三个事情我们需要想的是什么呢 我们嘴巴打开讲话之前 先想一想 我们要说的这是事实吗 我们眼睛真的有看见 还是我们只是传别人说的话 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人喜欢在网上分享信息 常常会有人跟我们说 这是大新闻 你要看看吧 但是其实这是假新闻 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听到别人说什么 我们就传给下一个人 但是我们要查一查 想一想 这是事实吗 第二就是我们这么说有必要吗 也许我们要说的是事实 但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地方告诉这个人吗 是的 是事实 但是我们要说的这个人 有必要知道别人的事吗 那如果没有 我们就把嘴巴闭起来 那第三就是我们这样说 是出于善良的动机吗 如果是 那我们就说 那如果我们只是要说出来 让别人丢脸 那嘴巴就闭起来 或者是要伤害别人 要报复别人 那就别说了 因为这绕一圈 还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所以我们想清楚再说 因为我们是替主而活 所以我们要用话来造就别人 那这里英文告诉我们 我们还要再想两个点 第一点就是跟刚刚一样 是事实吗 第二就是我们说 这个对别人有帮助吗 我们对这个情况讲出来 有帮助吗 还是让事情更糟糕 第三点我们讲这个重要吗 第四点有必要吗 第五点是出于善良的动机吗 那我们替主活着 我们就要用我们的话来建造别人 让别人得到造就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再来看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哥林多前书十章 第三十二节 不拘是犹太人 是犀利尼人 是神的教会 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就好像 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我们替主活着 是什么意思 是的 我们要造就别人 那同时间我们也不要让别人跌倒 这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眼光只在自己身上 我们不管别人是站着还是跌倒 我们想着 我们要跟神的关系更好一点 是的 是的 非常重要 是的 我们要替神忠心 是的 非常重要 但是不管我们做什么 还要想到一点 我们有没有让别人跌倒 那现在这个情况呢 要带牧道者来教会 是非常难的 因为现在疫情之下 没有人能来教会 但是将来实体聚会 再次开放以后 我们要带朋友来教会 那有一些牧道者就来受洗了 那其实带朋友来 然后到他们受洗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 但是让这些人跌倒是很简单的 有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得罪了他们 他们就跌倒了 或者是在大家面前 跟他们争执 那他们也跌倒了 有的时候我们开一个 不体面的玩笑 那就是也是让他们跌倒 有时候我们在背后说 他们的闲话 也让他们跌倒 那保罗说 我现在替主而活 我要让主得荣耀 我还要造就别人 我一定不要让别人跌倒 这非常重要 我们不要眼光只对着自己 我们也要看看别人 别人有得到造就吗 我们再来看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一节 论到既有像之物 我们晓得 我们都有知识 但知识是叫人 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 能造就人 这里说的让我很感动 我们要怎么样造就别人 用爱心方能造就别人 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继续活着 我们要好好想一想 为什么 因为神要我们去爱别人 我们知道在哥林多教会 其实他们知识很丰富 大家都懂得圣经的道理 但是保罗这里说 知识就是叫我们自高自大 有时候我们知道的越多 反而更加骄傲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 有时候我们会自己想 我上台领会 我还带查经班 我还写很多文章 我很厉害 我还去参加很多的圣经讲习会 每一次我对圣经都聊落执掌 可以随便翻来说 你要帮忙吗 我很忙 找别人吧 我就是读圣经 如果你知道整本圣经 但是你没有爱心呢 神要我们继续活着 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得到更多的知识 祂要让我们用爱心造就别人 以前有一个弟兄 他病得很严重 住到医院里去了 他志气都消了 他觉得我是信神的人 我为什么还要经历这些 为什么神没有祝福我 那这个生病的弟兄就很开心 有人来拜访他 那这个弟兄就说 我今天真的信心很软弱 神没有祝福我 我还要经历这么多 那这个来拜访的弟兄 就是安静地听 那最后这个来拜访的弟兄就说了 他说弟兄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感觉是怎么样 因为我跟你说 你看我看起来好像很健康 其实我也有一些病 那我的病其实比你更严重 那这个弟兄听到就很惊讶 你为什么也有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你从来没有抱怨 那这个来拜访的弟兄就说 神的恩典够我用 那神就会赐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够抵抗我们经历的 所以这个来拜访的弟兄 反而安慰了这个生病的弟兄 虽然他自己也有生病 但是他用爱心跟他的时间 来造就这个生病的弟兄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 那我们自己 大家是不是眼睛都看着自己而已呢 那这个疫情呢 最糟糕的其实不是影响我们的健康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疫情过了以后 大家是不是都变得很冷漠 有两件事要担心 第一件事就是疫情过了以后 教会重开 信徒还会再回来吗 那大家习惯地坐在沙发上面听道理 很舒服 我不想回来了 所以就变得很懒 那对神也没有爱了 第二件事我们担心的就是 大家变得很冷漠 也不管别人怎么样 只想要顾自己的安全 你如果咳嗽或者是打喷嚏 大家就离得很远 不要来碰我 我不管你怎么样 我们大家自己问问看自己 过去的八个月 九个月 我们有打电话给别人过吗 特别是我们教会的其他信徒 以前我们每天中午吃午餐 每次安息日中午吃午餐 都跟他们聊天的 我们常常聊得很开心 我们一起唱诗 我们一起做圣工 过去八九个月 我们有打电话给我们 这些好弟兄姐妹吗 我不是叫大家去拜访别人 因为政府不可以让我们这么做 那至少拿起电话 看看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还是我们是等着别人来打给我 然后我们每天只会抱怨说 没有人打电话给我 只有小组的组长打给我 那你自己拿起电话打给别人吧 那我们把以前一起聊天 一起侍奉的兄弟姐妹的名单 拿出来打给他们 不要给自己理由说 我们没有来教会 所以我们没有沟通的管道 我们不需要来教会 就可以保持联络了 我们有电话 我们还有其他社交软体 都是免费的 现在打电话给别人 不需要花钱 非常的方便 但是有时候我们只关心自己 现在就是开始做事的时候了 为了主而活着 代表我们把爱心发出去 第三样 替主活着就是为了要传福音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第28章第19节 马太福音28章第19节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叫主耶稣给我们最大的使命 就是要出去 使万民做神的门徒 那教会成立的使命的意义 就是要传福音 今天神让我们继续活着 就是要为我们出去 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就像一个推销员 为什么要有推销员呢 推销员要去让别人买东西 要有业绩 那推销员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而已 推销员要出去得到生意 那基督徒不是每一次 就是关在教会里面 然后有好的团契就可以了 我们要走出去 那现在我们说 我们连教会都不能来了 要怎么传福音啊 是的 我们还是可以传福音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朋友 过得不快乐 他们很忧郁 那他们如果小孩子 有心灵上的疾病 那我们就把网址传给他们 让他们来听听我们的讲道 我们就把网址传给他们 我们就跟他们说 一起来听 那如果我们教会重开了 你就跟我们一起来聚会 你需要主耶稣才能够通过这些困难 这就是主耶稣还让我们继续活着的理由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 他活着是为了什么 圣灵告诉他 你要去耶路撒冷 但是在那边会遇到很多的苦难 其他人跟他说别去别去 那保罗就说我不以性命为念 我只管我有没有办法 跑完主耶稣给我的这个使命 各位兄弟姐妹们 今天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使命 每个人都不一样 神把我们放在现在 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 是什么理由 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对年长的夫妻 他们常常帮忙照顾孙子 他们非常努力 虽然他们年纪很大了 但是他们还帮忙照顾孙子 他们非常开心 我问他们是怎么样 那这个年长的姐妹就跟我说 她说你知道吗 那我的女儿就是一个信徒 但是她嫁给外邦的人 那她的先生也不准孩子们受洗 但是我知道我的使命 我要照顾好我这些孙子 所以我可以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把主耶稣告诉他们 如果我不花时间在他们身上 不跟他们一起的话 那他们就不会认识主耶稣 虽然他们现在还不可以受洗 但是我的工作呢 就是把神传给他们 这就是神给我的使命 把信仰传给第三代 每个人我们都应该知道 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如果我们不清楚 那我们要问神 所以替神活着 我们准备好了吗 那今天我们就是说 我们为神的荣耀而活着 我们也要替造就别人而活着 那最后就是要完成主 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一起来唱诗398首